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四肢僵硬 关节不是很灵活 浑身没有力气 正常人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2.血管是软的 血管是维持人体血液循环的通道 正常的人血管应该是有弹性的 而由于人们的生活不规律 再加上年龄的增长 血管会出现硬化的现象 3.肝脏软 肝脏是人体比较重要的一个器官 又要排毒 又要解毒 中老年人的年龄 加上生活不规律 容易出现肝硬化 4.脾气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 有一个好脾气 就会有一个好心态 好心态可以促进身心健康 保证身体的正常运转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穆子 洋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材 而且价格也不贵 超市里随处可见 洋葱营养非常丰富 含有钾和维生素 那么洋葱到底有哪些功能呢 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 第一 洋葱可以促进人体的消化 因为洋葱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挥发油 能够刺激人体的消化线分泌 所以有促进消化健脾胃的功效 第二 洋葱有杀菌消炎的作用 因为洋葱中含有植物杀菌素 所以具有很强的杀菌能力 吃生的洋葱可以预防感冒 第三 洋葱有提神的作用 洋葱能够帮助细胞更好地利用葡萄糖 同时还能降低血糖 所以对糖尿病人也很有好处 第四 洋葱可以预防脑血栓 因为洋葱中含有能够激活血溶纤维 蛋白美元的活性成分 所以能够起到阻止血小板凝聚的作用 有脑血栓的人平时可以多吃一些洋葱 第五 洋葱有防癌抗癌的作用 洋葱中含一种名言月皮黄素酒的物质 这是目前所知最有效的天然抗癌物质之一 而且洋葱还含有微量元素C 所以多吃洋葱能够起到防癌抗癌的作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对于一些脾胃虚弱的人来说呢 经常会有消化不良 负胀 拉肚子的情况 那简直是苦不堪言 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几个穴位 当遇到消化不良 肤泻等疾病时 只要按一按就能够缓解病痛了 一 私缝学 私缝学有很好的消速食画机制的作用 私缝学在手掌上除了大拇指 那这四个手指 第二个指关节横温的终点 如果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时 就可以用手指掐按 私缝学 每次掐按三到五分钟 就能够有效的缓解消化不良的情况了 二 隐白学 隐白学同属肚脉 是指系列的特效学 在我们大脚趾的外侧 距指甲脚0.1寸的地方 我们按摩时可以用拇指指掐按 力度不要太重 也不要太轻 每次也是掐按三到五分钟就行 就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肤痛 肤泻了 另外肠胃不好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饮食 要多吃一些粥类的流食 这样比较容易消化 要少食多餐 既辛辣 油腻 生冷的食物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那现在很多人啊 由于工作等原因 出现很多的职业病 比如肩周炎 颈椎病 那肩周炎通常是女性 要比男性多 那么应该怎么缓解呢 下面木子给大家呢 推荐三个小动作 第一个动作可以做端肩练习 端肩是自己治疗肩周炎的重要锻炼方法 可以先做左肩 就是向上怂肩 做完左边再做右边 左右这样来回做 每侧可以做20下 那经常这样做一做 就能够起到缓解肩痛的效果了 第二个动作可以做爬墙的动作 就是趴在墙上 然后双臂紧贴在墙上 逐渐的向上爬 一直到疼痛不能再爬为止 只要每天都坚持做一做 就可以逐渐的缓解肩膀疼痛了 第三个动作可以做手臂画圈的动作 可以上下左右的做 也可以拿前后做 先顺时针 然后再逆时针 可以一个手一个手做 也可以两个手同时做 做的时候要慢慢的做 时间越长越好 最好是一两个小时做一次 那这三个小动作简单一行 还不用太长时间 在办公室里就可以做 对缓解肩周炎很有效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